接下來要開始教這邊的重點叫做浮打電池 什麼叫做浮打電池? 浮打電池就是用兩片金屬 中間夾一個電解質 然後所做成的電池 就叫做所謂的浮打電池 兩個金屬 中間有個電解質可導電物質 這樣做出來就叫做浮打電池 用浮打電池的發明 你看書都會提到一隻青蛙 因為假把你這位大哥 他在做在實驗室裡面弄的時候 有的寫的稍有不同 反正一定有一個青蛙 一定有一個金屬的盤子 然後呢一定有一個解剖刀 然後呢還有有的他就把腿掛起來 隨便啦 反正這樣弄 結果他發現他一碰的時候 發現那個青蛙腿會抽動 會抽動 那個現象就跟當時知道 碰到電的現象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認為說碰下去 碰下去 他就會有一個 有個電池產生 他認為這個是從生物來的 所以他把它叫做生物電 他認為是生物電 可是浮打這個大哥的看法不一樣 我的講義的知識快遞有寫就看一下 他認為說不一樣 他就做一堆的實驗 所以最後發明了電池 然後呢這位浮打大哥做實驗的時候做了很多 他包括用舌頭啊 金屬啊 夾在舌頭那邊 然後舌頭就有那種觸電的感覺 可是這個還是有生物啊 你說都是生物對不對 生物的東西 最後做的是這個 他有一個心板 有一個銀板 然後中間用一些泡的實驗值的布疊在一起 這個沒有生物啊 可是還是有電 所以表示那個跟生物沒有關係 是因為金屬來的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 用金屬中間夾著導電物質 電解質的 叫做所謂的浮打電池 就是為了紀念這位浮打大哥 OK 浮打電池 那麼浮打電池會產生電的原因就是 兩個東西有一個活性大 有一個活性小 活性大的容易去失去電子 把電子丟出去 也就是他容易氧化 容易氧化 他講過失電子叫氧化 然後請問你好 我失電子 我把電子丟出去 我從我這裡把電子丟出去 那我應該是哪一集 我把電子丟出去 從我這裡有電子流出去 就是所謂的有負電流出去 那我應該叫做哪一集 二四 剛才是男生女生 之前二四 我剛才要抽男生沒問題 三四 正極 正極 正極請坐 我剛才跟你講過正極叫做正電流出 負極叫做負電流出 我把電子丟出去 我有負電流出去 所以我是哪一集啊 負極 這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以後考浮打電池 弄出兩個金屬 他問你說一個S一個Y F的活性比較大 你就要知道S是哪一集 負極 還要失電子 還要失去電子 還要失去電子的 來做 負極電子的實用性不高 它產生的電壓很小 而且會很快就沒有電 所以不太實用 但是它是用來幫助我們理解解釋 化學變化產生電的好例子 所以我就跟你教 那我們講過兩片金屬嗎 那我們教的是新跟銅 新跟銅叫做新銅電子 新跟銅做在裡面叫做新銅電子 新銅電子 好來 我說了這一段的內容 基本上都是要背的 要背、要記的事情 你要記住哪些事情 第一 誰是正極、誰是負極的 誰是正極、誰是負極 第二 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第三 板子的質量會增加還減少 容易的濃度會變大還變小 容易的顏色會變深還變淺 理論上如果你把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記清楚了 你就很容易會知道 質量會增加或減少 濃度會變大或變小 顏色會變深或變淺 還有其他 一些個別的實驗 會有個別實驗 特別你需要記的事情 那你就要特別把它記下來 所以基本上 未來我要教電池 輔打電池 然後我要教電解 我要教電度 你要背的東西都一樣 什麼東西 誰是正、誰是負 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要知道質量會增加還減少濃度 會變大還變小 顏色會變深還變淺 以及那個實驗所特別需要背的事情 所以這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這是這個四個東西 這一本講義裡面 所教的內容 你都要記得這四件事 也都要記得這四件事 有一些是到時候是不用背 比如說我根本就不會教反應 那就不用背 你就可以不用背 但是基本上就是要背這四件事 誰是正、誰是負 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質量會增加還減少 顏色會變深還變淺 濃度會變大還是變小 以及那個實驗的特別 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是你所需要會的 好 剛才我們講 我們要教的輔打電池叫鮮銅電池 就是鮮加硫酸銅 那麼鮮的活性比較大 所以鮮會去變成硫酸鮮 然後把銅踹出來 這個過程中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有電池的轉移 電池的轉移 然後就把它轉移過去 轉移過去 因此就有個推動力 推動我的電子在流動 於是就做成了所謂的 於是就做成了所謂的電子 就做成了所謂的電子 OK 所以在這裡面 所以就是我的鮮銅電子 鮮銅電子 我們有個電子的轉移 然後呢 所以就可以做成我們的電子 這就是我們的要教你的內容 待會我們就會教你鮮銅電子 待會我們就會教你鮮銅電子 可以嗎 OK嗎 OK嗎 OK OK 就是做成了一個電子 有轉移 所以做了一個電子 就是你要會的事情 待會我們就介紹鮮銅電子的狀況 然後你就把那些該背的事情背下來就好了 OK